上回说道,巴臂激怒山口组,浑然不知已经惹上杀身之祸。 陈浩南怕失态波及一瓦,赶紧打电话让他小心。 可这时候,巴臂正捉着一瓦想在楼道里清热一番。 山口组杀手二郎和北找三尾随而至。 一瓦的一声不要开枪,巴臂突然警醒,两管黑漆漆的枪口已经指向了自己。 二郎说道,巴臂,你敢连山口组的面子都不给,现在就要付出代价。 一瓦一看,这两个人凶神恶煞,赶紧喊,我是赫斯先生的卧底。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巴臂一把便抓住了他。 你这贱女人,早和山口组勾结来害我。 说完一把挟持住一瓦,冷血的北找三毫不犹豫,直接开枪。 冰冷的子弹瞬间把一瓦的脑袋打成了蜂窝。 巴臂甩掉一瓦的尸体,逃生本能让他跑上了楼顶。 担心一瓦的陈浩南,开车来一瓦家找他。 刚走进大楼,浩南觉得头顶一凉,顿时心也凉了半截。 还保有一丝希望的浩南,赶紧上楼查看,却只看见了旧爱惨死的模样。 陈浩南带立在原地,看见地上掉落的钱包。 他捡了起来,在里面发现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 我一生最爱的男人。 陈浩南悲痛之时,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他立刻警醒,一切没能好好照顾你,但我现在一定为你报仇。 陈浩南跑到大楼外,却找不到凶手的踪影。 此时楼上,二郎和北爪三密织操作,用完了所有的子弹。 巴币还想做困兽之斗,可二郎牛高马大,把巴币吊起来打, 拖着死猪一样的巴币就要出局了。 巴币感觉不妙,赶紧说, 住手啊,我合作还不行吗? 啊,杀意满满的北爪三,并不能听懂这个香港人的锅躁, 直接用电钻钻爆了他的头。 天空突然倾盆大雨, 二郎和北爪三行凶完毕,正要离开, 却在上车之际看到了前来阻截的陈浩南。 就是你们两个杀了一王啊! 二郎不想节外生枝,立刻拖着北爪三上了车。 陈浩南站在雨中久久不愿离去, 虽然不是亲眼所见, 但他已经认定这两个杀气腾腾的日本人 就是杀害一娃的凶手。 他发誓一定亲手报仇。 陈浩南借酒交仇, 往事决堤一般的用金脑海。 他和一娃曾经立下海誓山门, 如今却天人两格。 多番寻找那两个日本人无果的情况下, 浩南想到了原亲难。 他约束对方, 表明自己的报仇之意, 却不料, 对方正是山口组的一号人物。 二郎和北爪三赫然立在身后, 浩南却被一杆枪制住。 看待对方曾经救过自己妻子的风筝, 原亲难饶过了陈浩南, 但他同样奋劝对方, 山口组不是你能惹人的。 朋友一场, 我不想看你送死。 考虑到曾经见识过原亲难的恐怖实力, 陈浩南不准备正面复仇, 选择用自己的钱买断山口组下游的货源, 让他们没钱可赚。 细细力为此还献出了自己杨贵的手势, 帮助南哥报仇。 另一边, 原亲难回到住所, 在一张摆满鸿门传统的书籍桌前, 与妻子德川游贵对坐。 原来, 原亲难已经同洪乐、洪义、洪安三大社团会面, 没有人会和钱作对, 三家龙头都统一了社团企业化, 但是为了服众, 他们要求原亲难败入鸿门。 第二天, 原亲难在三大社团的兄弟目睹之下, 将鸿门的查证、诗词、传统对答入流。 在座的人都是目瞪口呆, 一个日本人, 都能把这些繁琐的鸿门传统如鼠家珍, 真是令人佩服。 因此, 原亲难在所有人的支持下, 败入鸿门。 浩南在逼哥, 反对自己对抗山口族的情况下, 仍然坚持, 却料不到, 曾经的表面兄弟, 纷纷和自己划清界限, 自己的积蓄很快划完。 细细力建议说, 没钱就不要再斗下去了, 浩南却大发了一天, 仍然执着于此, 一定要为一娃报仇。 希西利被无故触摸, 内心委屈, 突然拉着一帮子潮皮, 想要抢银楼, 来证明自己也能帮上浩南。 潮皮听着希西利天真的计划, 非但没有阻止, 甚至想着, 自己可以因此出名, 便答应帮她干这一票。 陈浩南改变策略, 带着几个人满街寻找山口族贩毒的下线, 看见就是一顿暴打。 几番黑吃黑之后, 袁清南终于被惹怒, 对陈浩南下了格杀令。 妻子德川尤贵见她如此便说, 陈浩南对我有恩, 如此一怨报德, 不是我心中的袁大哥所为。 袁清南听爸站了起来, 德川家的人真是仁慈啊, 你是想干涉我吗? 德川尤贵知道诗语, 赶忙低头道歉, 袁清南愤然离去, 你一见女流, 做好一个妻子就够了。 潮皮搞来枪支, 看似有模有样, 包皮却在看电视之时, 看见警察击毙抢劫犯而吓破了胆。 西西丽找到姐姐嘟嘟, 嘟嘟一眼看出, 妹妹被感情困扰, 让妹妹主动出击。 西西丽当晚, 就喝得醉心薰来到浩南家中。 浩南拿她没办法, 为她倒茶醒酒之时, 西西丽再次告白, 一下子从背后抱住了她。 陈浩南被开水烫了一手, 但是俗话说得好,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何况她早就对西西丽颇有好感, 二人情投意合, 共赴纯销。 这一对传奇伴侣的故事, 在这一夜正式开始了。 第二天早上, 西西丽没了踪影, 浩南怀着疑惑的心情起床洗漱, 这手, 胆小的包皮前来报信, 西西丽和潮皮带着几个大圈仔, 要去抢银楼啊! 陈浩南如造雷劈一般, 飞车赶到银楼, 只看见西西丽拎着带子已经得手, 却遭到了警察的追赶。 浩南横冲直撞, 西西丽恋恋恋恋抓住了车门, 腿部却中弹了, 但她所有注意力都在西西丽身上, 浑然不觉, 面前经过的一辆大卡车。 陈浩南慌忙变相, 西西丽的手被车门夹了一下, 整个人被甩了出去。 与此同时, 袁清南为了和合合图谈合作之事, 竟然要面见他们的代表双花红棍。 袁清南很是好奇, 只听说过红棍, 这双花红棍是什么花里胡哨的? 这时候手下一指, 老大, 那就是双花红棍了。 袁清南定睛一看, 喝, 冤家路窄, 这个双花红棍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前来香港追杀的目标, 立花正人。